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一的期货之尊 我是维国庆 哇 今天这个台股又是重挫 各位 这个其实上个礼拜五的晚上 美股四大指数只有刀就跌了 其他三个倒是涨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 今天你在做期货当冲的时候 恐怕你会想说 而且因为上个礼拜 台股已经连续又重挫两天 尤其记不记得上个礼拜三 不是六月份起始结算掉吗 从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 其实这个七月起始 也已经重挫两天了 一方面短线跌多了 二方面礼拜五的晚上 因为美股其实四大指数 有些是涨上去的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人 在今天你在做当冲的时候 恐怕你会想说 会不会今天这个盘会往上拉 而且其实今天的棋子 而且今天的棋子 其实在开盘的这段时间 确实指数都是在平盘附近来回震荡 甚至还走在这个盘上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 今天你在做棋子的时候 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让你的心态去偏多呢 如果你的心态去偏多的话 去做个多单 哎呦麻烦了 那后面这杀这两段 哇这下来又是一百多快两百点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上个礼拜五的晚上 美股其实这个尤其科技类股已经往上弹 可是为什么今天的这个台子期呢 最终还是给你往下杀 而且杀的幅度很大 为什么杀的幅度很大 这是第一点 那也就是说今天你做期货 你自己是做的怎么样 如果说你今天你做的好 我恭喜你 那如果今天要是你又没有抓到 这个下跌的这个 这个做空的这一段的话呢 那今天的节目 你一定要仔细的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各位 其实说真的 这个六月期指上个礼拜三 结算之后啊 从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到今天三天的时间呢 如果说我们以期指来看的话呢 其实这三天啊 这个期货呢 又跌掉了600点 跌掉了600点 那问题是在这个 从七月期指这三天的下跌呢 那你自己做期货 你赚了多少 不论你做当冲也好 或是你有做流仓也好 那这三天下来 你自己做期货 你赚了多少 如果你能够赚个四五百点以上的话 哇那已经很厉害了 对不对 那我恭喜你 那如果说 如果这三天要是你自己 真的这个 又没有去用力做空 甚至还去做多 又被那个的话呢 那今天的节目 你也要仔细的看 各位我再讲一次 做期货在做 各位期货在做什么东西 期货这种东西 都不然来 我们去回到大土来 各位期货叫做做方向 期货就是做方向 只要你有方法 轻轻松松抓对的方向 那不管你做当冲 或是你要做流仓 赚钱很容易 但是就怕你自己 要是你的 要是你自己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让你很准确的 抓住方向的话呢 那今天的节目 也请你仔细的看 好的吧 我们先从大盘讲起 各位那为什么今天 这个盘继续重挫 为什么继续重挫 已经连跌两天了呢 那今天重挫 其实还有个很简单的原因 第一个 我们先从大盘讲起 各位你记不记得 其实在上个礼拜四 就是这个期货 转仓七月份的时候 上礼拜四呢 第一天这个转到七月份 我就跟你谈一件事情了 因为你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三六月份期货 其实当天是拉高结算 有没有印象 上礼拜三当天 其实六月份是拉高结算 而且因为连续两天的时间 都没有再出现重挫 所以到了上个礼拜二 礼拜三 其实很多人在短线的心态 基本上是有点在偏多 而且因为又很接近了 这个前波的低点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一看 哇 短线没有跌破低点 总以为这个盘有机会往上谈 可是就在上个礼拜四 当这个期货 转到这个七月份的时候 各位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四我在节目上 我开始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我说虽然说指数暂时 没有破新低 但是这个地方 做空的趋势 趋势还在做空 要做空 你却不要去乱做多 为什么 我当讲得很清楚 这个均线即将再次空头排列 当时我给你提醒 因为上个礼拜四 这个转仓七月的时候 其实五日线 其实在礼拜二 礼拜三的时候 就已经又重新跌破了月线 所以当时其实在礼拜二 礼拜三 我就提醒大家 我说小心 五日线已经重新跌破月线 而且我特别讲 我说因为当时的十日线 接近月线没跌破 可是我就跟你讲 我说小心 持续下跌 均线 尤其我说这几条短题均线 即将再次空头排列 十日线最快 大概一天 在一到两天之内 它一定跌破月线 继续往下跌 好了 上个礼拜四 我已经跟你预告了 我说均线即将再次空头排列 到了三个礼拜五的时候 果然当天 十日线 也跌破了月线 所以上个礼拜我再提醒你 十日线也跌破月线 所有的均线再次空头排列 什么叫所有的均线 不是只有短期的五日线 十日线月线 因为到三个礼拜五 十日线跌破月线之后 已经很标准 五日线在这下面对吧 再来十日线 再来月线 季线 半年线年线 全部又是一个新的空头排列 所以我在讲 这个地方所有的均线 再次的空头排列 所以我在讲 各位这地方 你千万不要去轻忽 不要去 随便去乱抢短多 基本上按照趋势做 按照趋势做 按照趋势做 做期货就是在做那个趋势 做方向 你去趋势方向抓对了 什么都对了 所以到了上个礼拜四 十日线也跌破月线 又形成一个新的标准 有没有 就类似于像前面这个地方 我完全觉得 又是一个新的空头排列 所以哪怕上个礼拜五的晚上 美股虽然说短线 有稍微反弹一下 但是今天有没有 果然今天 虽然说开盘了一段时间 指数没有马上跌 那是因为上礼拜五 美股没有中错 但是晃了老半天 一个半个多钟头之后 后来该跌还是跌 那为什么 上个礼拜五美股有反弹 可是为什么今天台子 其实谈不上去 为什么谈不上去 刚刚讲过了 除了我已经给你预告 我还在给你预告说 这个均线即将 暂时空头排列之外 那既然均线空头排列 那显然这个盘 趋势向下是没有改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各位 那回到我们讲 今天本身来讲好了 那为什么今天这个盘 为什么 开盘晃一晃 继续往下跌 我们就以今天当冲来讲 为什么继续往下跌 为什么继续往下跌 对呀 如果你马上反应过来说 老师 那今天大会儿在做空 各位我恭喜你 那你开始准备要赚大钱 对没错 那各位 我不是跟你讲吗 我的SOP 有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看看当天 这些控盘者在做 在做哪个方向 对不对 我们先直接看吧 你看到没有 纵然上个礼拜 我的晚上 美股科技类股有反弹 非半也在反弹 可是你看 今天从开盘 从开盘一路下去 你看到了什么东西 今天透过 维国庆的大户指标 一看 果然今天控盘者 还在一路的做空 还在做空 不断的在做空 就是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今天 就算开盘那段时间 指数在平盘附近 来回震荡了半个多钟头 但是后面该跌 它还是要跌 不单跌 而且跌幅算是很大 对不对 你看重点就在于是说 因为今天 重点三个礼拜 美股是反弹 可是你看今天 一整天的时间 透过维国庆 我的大户力道指标 大户不单在做空 而且刚刚你看到了 越往后面去 那个空的力道 那个力道是越来越大 所以为什么今天后面 是一路给你砍下去 看到了吗 对不对 开盘大会做空 可是当时那个力道 还不是很大 所以指数还给你来回震荡 可是你看 之后 那个做空的力道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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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这样过来 所以后面 杀的幅度是相当相当的深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这个盘 你在做当冲 如果说 你没有用力去放空的话 那实在是好可惜 对不对 那为什么好可惜呢 那显然你会想 就是因为想说 上礼拜我美股已经没有中错了 所以看到开盘也不跌了 你就想说 今天台子期会不会去反弹往上 这就是一般人的想法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今天要是 你也是没有去用力做空的话 那各位 我还是奉劝你一件事情 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跟上美国去 我在讲 你越早开始跟上我的SOP 两个步骤 一个规则 你越早开始用 你会觉得做期货 其实是一件好简单的事情 要抓那个方向 其实好简单 好了 那各位讲过了 今天大会是一路在做空 好吧 所以今天开盘以后 其实今天开盘第一笔 15202其实就翻空 大会也在做空 但是各位就拍谁 其实这第一笔空单 我们是赔钱的 我们是赔钱的 哎真的是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大会有做空了 可是因为开始的时候 那空的力道真的不强 不强 所以呢 指数杀一杀之后 跟你往上谈一次 那往上谈嘛 结果呢 简头在15200这个地方呢 竟然还翻一个多 那各位 其实我说过了 我们微博信 我们做球 我是在够坦白的 我在讲 简头跟大会有同向 我们一定做 不同向来做平仓 所以各位 今天第一笔空单 我们做进去了 但是后来在15200翻多 哇糟糕没办法 那这笔空单呢 我们只好先 先把它平仓掉 小赔了二十几点 这笔空单 第一笔我赔到 但是15200虽然说是翻多了 但是大户是在做空 所以这笔多我不做 但是我把空单补了一下 虽然说是小赔了 但是重点是 后来弹上去以后 重点来了 后来在15222这个地方 简头又翻空了 当时大户呢 还在做空 于是乎我们再做一趟空单 那各位 这笔做了以后 重点来了 后面那个大户 那个做空的力道 就开始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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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后面 碰这一大户就这样给你杀出去 各位 这样做OK吗 今天两趟空单 第一笔我还小赔了 但是第二笔 哇 把它通通把这个 不单把第一笔赔的 给他这个cover回来 后面你看 这一旦下去 将近120点 所以各位 懂这意思了吗 就是我一直跟你所谈的 就算我把这笔空单 各位 我这已经把这个 这个赔的已经给你扣掉了 那今天这两趟空单下去 将近120点 这已经扣掉 这个赔的这一笔 各位 那我请问你 这样子做企划 有没有够简单 尤其今天 我说各位 今天这个盘 在开盘的时候 很多人会觉得很疑惑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到底该做多 还是该做空 尤其在 它在盘上的这个位置 但是各位你看 如果今天 开盘这半个钟头 如果说你自己 真的搞不清楚 这个地方到底该做多对 还是做空对的话 那你再看一看 今天为什么 你要早点跟上韦国庆 因为我在讲 我的SOP就只有一个规则 就这么简单 箭头指标跟大户指标 这两个指标 有没有同向 所以我说各位 我一直讲这个 平常你在看这个K线 当然这个K线 或者看均线 我们是拿来 看一个趋势跟方向 但是就当天 当天 每一天 以当冲当冲来讲 到底当天 指数是 做空对 还是做多对 这个东西也许跟趋势 还没有完全的关系 但是这种 当天本身的涨或是跌的话 却跟我的SOP 是绝对的有关系 我在讲 尤其我的大户力道指标 跟箭头指标 这两个指标加在一起 你绝对可以很轻松的掌握住 当天你到底该做多 你胜算大 还是做空你的胜算大 听懂没有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所以哪怕今天低笔 我还小赔了 但你看问题是第二笔 一做哇这一波去 你看哇爽了 对不对 今天就两趟空灯 今天这种盘 我不晓得你自己做 你操作几次 我相信今天这种盘 很多人盘中会冲很多次 对不对 因为看完这个地方 看不跌很多人去做多 做多以后 哇杀下去了 看不对了赶快杀 之后或者是甚至还去拗多丹 还舍不得认赔 就一路下去 但你看盘中对不对 换来换去以后 之后还是给你往下杀 所以今天我讲 每一天每一天 这个盘中如果说你是跟着盘中 这种走势去起舞的话 那我相信一天 你一定会去冲很多趟 对不对 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 什么地方是真正盘中 最好的那一大段 各位 这个东西我再跟你谈个观念 如果每一天你做期货 你会冲很多次的话 代表你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你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地方的后面 会是当天最大的一段 但是我又在跟你讲 你跟上我的SOP这两个指标 有相同的方向 通常盘中的最大 不管是大涨或是大跌的 后面的那一段 一定会在这两个指标 出现相同方向的时候 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箭头翻空 大户做空 因为力道有一直在增加 所以我在讲 我一直讲 我说这个力道 不要轻乎的 这个力道恐怕比大户本身 还重要 所以我就说 各位当微股线 我在十多年前 我在首先推出 这个大户指标的时候 当然是很多的软体都在学我 我现在每一套软体 都有所谓的大户指标 对不对 但是我再跟你强调 今天微微信我给会员的东西 不是只有一个什么大户 什么看多看空 没有那么肤浅 我再强调 我的这个指标 我还特别跟你强调 有个力道大小的问题 如果大户当中 不管做多做空 如果那个力道是小小的话 那就是标准一个叫区间盘 那就幅度很窄 但是如果说一旦 一旦这个力道 开始变大的时候 不管多或是空 力道变大的时候的话 当天那个趋势盘 我就是涨100点200点以上 那就出来了 所以今天看也是一样 对不对 当力道开始变大的时候的话 那个最大的那一波就出来了 那各位这样做OK吗 好这是第一点 所以今天我也希望你 你有去用力做空赚到钱 尤其在这一段里面 是这个样子 好吧 那不过当然各位 其实我也在讲 这个做期货 如果说你自己喜欢 自己下单去做的话 那你跟上违规金的电脑会员 盘中 就跟着SOP 其实跟大货友同下 你赶快做 一天一趟也好 两趟也好 把每一天 那个最大的一段 好好的掌握住 但是如果说要是盘中 第一个盘中 你不能看盘 你自己不方便下单 或者我也在强调 就算你自己能下单 可是你自己做期货 做得你很紧张的话 那各位 那我再跟你讲 那你不如加入微博圈的什么东西 你赶快加入微博圈 这个月月峰吧 月月峰 各位 这个从上个礼拜四开始 我就再给你预告有一笔单 因为上个礼拜四就是这个 礼拜三是这个六月期止结算 礼拜四进入七月期止 对不对 我上个礼拜我就给你讲一件事情 我说各位 我们的月月峰 的那个七月份的月月峰 有没有 就在上个六月十六号 就上个礼拜四了 盘中 在16530这个附近 有出现一个做空的讯号 所以你记得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有没有 我就开始拿给你 我说你注意哦 各位哦 我们在15630这个地方 开始在做空 有没有 那当天的这个指数 是收到15254这个地方 那已经将近300多点了 可是你看 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 指数啊 今天白天五盘 已经收在多少 已经跌到15038这个地方 15038 所以从这个上个礼拜四的15630 到今天1点 1点45分一收盘的时候 这一笔空单已经 不是只有300多点 而是到今天的15038 对到今天收盘的15038 已经将近快要600点 已经592点 已经快要600点 各位快要600点 那我就请问你 那从上个礼拜四 从上个礼拜四 进入7月起始之后 礼拜四 加礼拜五 加上今天 这三天的时间 各位 你自己做期货 不论你做当从 不论你做流仓 你自己赚多少 如果 不要说什么快600点 如果你自己能够赚个300点 400点的话 500点 各位我都恭喜你 对不对 但是很怕就是 这个 这三天杀得这么快 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去用力做空的话 那就好可惜吧 所以各位你自己看一看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从上个礼拜四开始 从上个礼拜四开始 这一笔 我们做在15630的这个地方 对啊 这一笔 如果你前两天有看起货之争的话 那各位 那我不是今天才来跟你谈这一笔吧 我不是突然冒出来一笔 说你看 我之前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单 不是吧 我甚至在做完 第一天我就给你再做预告了 对不对 那 你看那从15630 经过这个礼拜四本身 到上个礼拜五 到今天礼拜一 三天的时间 那你看 今天中午收在15038 那各位 这一笔已经了592点 592点 592点代表什么意思 我想做习惠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已经最近快600了 所以各位 一口大台已经了 也将近快12万 已经11万8千多了 当然目前因为还未平仓 所以这个手续费跟这个交易数 还没有扣掉了 但是你看 就从上个礼拜四 就这么三天的时间 而且各位 这七月起止 从近一月份的第一天 我们就开始在15630做空 然后上个礼拜四 到今天已经报了三天 那各位 将近快要600点 一口大台 已经将近快要12万 那各位 那你做个两口三口 应该还好吧 而且上个礼拜 我就跟你卸 这个是我们会员当中一个做15口大台的 资金大的会员 对不对 你看从上个礼拜 从上个礼拜四做了以后 到6月16号已经376点 那到了今天已经不是370哦 已经是592点 那各位你看 15口大台已经177万 177万 所以各位我一直在讲 如果说你的资金口数 你的口数稍微大一点 我真的我真的强烈的 各位强烈的欢迎你 过来跟上跃跃风吧 各位 如果说真的 如果说你的口数很大 如果说你只是每天在那边做点当冲 冲个什么10点20点的话 那真的是有点浪费 对不对 如果说你 做起 我有个最好的策略就是 你最好把资金稍微分一下 一部分的资金去做当冲 一部分的资金去做流畅操作 因为这个在奇博市场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真正能够抓住这个 波段的话 才是真正的这个大赢家 对不对 只是说很多的人 很可惜就是 因为你自己没有好的方法 所以基本上都只把当冲 做一做就算了 可是问题 我相信这个 其实你已经长期看了 这个奇博之争之后的话 对于像这个月月峰的 这种操作模式 其实你会很有印象 我也讲说这个东西 透过月月峰的 这个程式交易 跟这所谓的智能下单 就是我把这个 自动下单的机制 存到我的这个会员的电脑里面 那只要月月峰 有这个讯号出来的话 那会员的电脑就自动 去做这个 不管做多或是做空 去做这个动作 所以你看 上个礼拜四盘中 就在1563那个附近 出现一个做空的讯号 所以有没有 赶快 那个自动单 就把它做到那个地方 你看这15口 从上个礼拜四 经过礼拜五 到今天 各位一经 一口将近12万 各位15口大概177万 各位你可以做几口 如果你能够做五口十口的话 对我更欢迎你 那你更需要利用这个约约峰 来帮你抓住 每一次每一次 这种波段式的涨跌 因为波段式的涨跌 我说真的 因为这个还有包含到夜盘的部分 所以我说这个很多的人 为什么你自己做 你不太敢做流仓 因为说真的 你不论你白天盘当初做的怎么样 问题是如果说要是下午盘到夜盘 如果这段时间要是 你没有 我觉得没有人一天二十小时 你可以完全盯着那个盯着起货 对不对 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的话 很多人你去睡觉啦 或是怎么样 所以但是问题是月月峰 它是全天后自动 全天后不断不断的这个 这个计算讯号来做交易 所以就是说 所以我说这个 因为很多人过去是因为 因为要是因为 你不敢 因为你下午跟晚上是 你没有去看盘 所以白天盘收盘的时候的话 你不敢去留多单或是空单 因为你怕说这个夜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产生 但是问题是现在有了月月峰 有了自动下单 又是全天后的交易 所以各位 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流仓 流仓开始做波段 变得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一天19个小时不断的在做交易 也就是说 你不会漏掉任何一个美股大涨大跌的机会 对不对 尤其在夜盘的部分 更是如此 所以各位在这个地方 既然维国企业发展出来这么样好的一个 一个月月峰的这样子指标 各位我真的欢迎你 你无论如果你拨一部分的资金 尤其你口述资金比较大的话 你一部分资金去做当冲 但是一部分的资金的话 请你跟上月月峰的自动下单 因为这个是白天盘夜盘是连在一起操作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晚上夜盘会有什么变盘 有变盘更好了 我告诉你 因为尤其的夜盘的部分 刚好就是反映美股大涨大跌 有变盘更好 那只要这个晚上的盘 要是没有什么变盘的话 那我们的波段就一直爆 爆到这个真正这个反转为止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够轻松 所以各位 所以我诚实的邀请你 这个赶快加入月峰的这个行列 因为我再讲一次 其实你自己也心里也很清楚 唯有在做当 如果说做起我指标当中 你会真的觉得好像做得很辛苦 你的获利不一定高 但是呢 如果说你有一个工具一套方法 能够把这种波段式的这种涨跌呢 能够牢牢的掌握住的话 哇各位 那做期货你不大赚 谁大赚 对不对 所以你看光是这三天 从上个礼拜 这一笔单子我就开始跟你做预告 我再讲这 我不是今天突然间拿出来说 你看我之前怎样 我没有发马后跑 都是实实在在 一开始我都在做这个宣告了 对不对 好了 所以各位 这个 7月份起止 也才不过三天的时间 三天的时间 你看月月峰 就已经帮会 已经抓住快600点 所以未来的长长久久 未来长久久指数 还有很多的大涨跟大跌 那如果说过去 如果这三天要是你没跟上 过去长期以来 要是你也没跟上的话呢 各位我真的良心的建议你 欢迎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赶快跟上月月峰的操作 未来再长长久久 只要指数 有这个大涨大跌 或是急涨急跌的话 那月月峰帮你抓住 每一个每一个 这种大涨大跌的这种机会 我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各位做期货 可以做得很轻松 有好的工具 你可以更轻松 各位这个 现在什么东西 都是采用这种智能 智能操作 AI计算 大数据运算 各位都是用这种智能的方式 我希望你赶快跟上来 好吧 你再讲一次 你可以一部分的资金做当冲 你自己操作也可以 但是一部分的资金 请你赶快跟上月月峰 享受到那种真正的 白天盘夜盘 长线这种 这个全天候 这种操作的这种乐趣 好吧 我来跟上我微信 跟上月月峰 你会觉得做期货 真的是一个快乐的投资人 好了OK 做大操作顺利 安全到时 谢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谢谢大家 酒服 祝你 35 派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